在超跑的世界里 法拉利总是一个让人脑壳疼的存在 注意 这里我说的不是车 而是他的创始人恩佐法拉利 至于为啥脑壳疼 不要想太多 纯是因为这老哥嘴实在太损 在口土莲花这项技能上 让车圈众人叹为观止 甘拜下风 具体案例包括但不限于 吐槽对手保时捷 说人家是个装了假疼虫发动机的玩具车 埋态自己家客户 费鲁吉奥兰博基尼 说人家是个只配开拖拉机的村炮 哪怕是自己都快要扩产了 还狂喷给自己来送钱的金主爸爸福特二世 说人家是头猪 真的 感觉要不是因为车造的的确好 就凭他这张嘴 出门五分钟 能让人打死爸爸回 但就是这么个嘴贱无比 眼睛在门框子上的主 却给自己一生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英国人柯林查普曼的传记作序 在序中不吝意美之词 表达对他的欣赏和钦佩 柯林查普曼这个名字 你可能不熟悉 但他创立的超跑品牌 你一定听说过 那就是莲花汽车 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 莲花只是一个模糊且遥远的名字 谈起他 大概的印象都是 他是不是被吉利收购了 他还造跑车吗 还参加F1吗 还活着吗 大家好 这里是海黎汽车台 我是莲花爱好者海黎 今天我们来聊聊 熟悉又陌生的莲花汽车 说到莲花 就不能不从他的创始人 英国人柯林查普曼说起 1928年 柯林出生在今天的伦敦北郊 是家里的独子 28年对于普通英国人来说 是个黑暗的日子 因为大萧条席卷了大洋彼岸 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 折磨着全世界 但柯林对啥经济不经济的 完全不关心 因为他有一个开酒店 且有钱 主要是有钱的亲爹 45年 年仅17岁的柯林查普曼 考上了伦敦大学学院 结构工程专专业 高考这么给力 可把柯林他爸妈给高兴坏了 于是在那年圣诞节 他们就给自己的宝贝儿子 买了个大离 一辆鹤红色的1937年款 莫里斯八行敞房车 要知道 这可是在1945年 二战刚结束 伦敦除了废墟杀入缺 汽车更是属于 极度紧缺的高级货 虽说是个二手车 可通过这个礼物 你就能看出来 查普曼家的超能力了 通过这辆车 柯林很快就结识了 几个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几个人一起 利用客余时间 翻新二手车 卖给有钱人 在这群朋友里 他和一个叫 黑泽尔·威廉姆斯的女生 关系尤其好 因为黑泽尔家离学校近 家里地方还大 方便他改车 后来黑泽尔还把自己的零花钱 拿给柯林 让他开公司 是不是听到这儿 感觉画风都逐渐变得粉红色了 是的 这个黑泽尔·威廉姆斯 后来就成了黑泽尔查普曼 据说莲花汽车的名字 就是来自黑泽尔的小名 Lotus Blossom 也就是莲花怒放的意思 是不是被为了一嘴狗粮 咱们说回来 48年 柯林大学毕业了 你以为他就此开始了 自己造跑车的生涯吗 并没有 48年以后 他仍然是用业余时间改车 来一天正正经经上班 他先是去英国皇家空军服役 学会了开飞机 然后在德哈维兰飞机公司 做了一段时间学徒工 最后是去英国旅业公司做工程师 柯林这些班可真不白上 他在这段时间 恶补了大量空气动力学 材料学的知识 结合他结构工程专业的背景 这让他改过的赛车 开始在一些小的比赛里脱颖而出 到52年 柯林在英国赛车界 已经闯出了名堂 他的莲花赛车 以车身结构简单 重量轻 操控好而出名 由于找上门来的人太多 在53年 柯林和几个小伙伴 成立了莲花工程公司 并且获得他老婆黑泽尔 战略投资35英镑 主要是用来买文具 至于工厂 柯林他老爸酒店的后院 就有钱赞助了 公司业务 就是帮有钱人和独立车手 改装赛车 顺便把自己参加比赛的车 也改出来 挣奖金 255年 柯林他们又成立了 莲花汽车公司 生产可以合法上路的跑车 比如莲花7号 莲花汽车的健康运营 给柯林带来了大量金钱 这就给柯林冲击 更高级别的车赛 比如F1 打下了基辅 从58年开始 莲花就组建了一支专业车队 开始进军 包括F1在那个多个国际赛事 早期的F1 并没有今天调调框话这么多 只要求赛车必须烧汽油 还有限制涡轮增压 和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最大排量 重量上 则是完全没限制 由于规则过于自由 各家赛车制造商 那都是各显身通 以莲花和库珀 也就是后来整出来 mini库珀的那个 John Cooper领头的 两家英国车队为例 走的都是减重 就是王道的路子 库珀凭借率先使用了 发动机中置布局 打败了像福特和法拉利 这样的大场 拿下了59年和60年车队冠军 莲花在F1赛场打了几年野以后 从63年开始发大招 这一年 凭借柯林研发的独门绝技 一体式底盘 也就是车架承担 全部重量和结构强度的技术 莲花获得了当年的车队冠军 在这之后 柯林又把通过发动机 作为受力结构件 和地效空气动力学 引入了F1赛场 彻底改变了方程式赛车的 技术发展路线 你看这些技术的名字 就能发现 这都是柯林上学和上班的时候 学到的东西 所以裴根子说的 知识就是力量 存不起我 从63年到78年 莲花总共7次拿到了车队冠军 那段时间 柯林查普曼 是最让恩佐法拉利头疼的名字 因为恩佐眼里 这个小小的英国品牌 总是能搞出了一些 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来 得益于在F1赛场上的成功 莲花汽车 也就是民用车市场的买卖 也是品牌声望和利润双丰收 在赛车运动圈里 莲花是轻量化操控好的标杆 在车迷眼里 莲花和保时捷法拉利并列 同属欧洲顶级跑车制造商 在英国政府那 莲花是个英国汽车工业里 少数活得不错 能挣外汇的好牌子 可以说 60到70年代 是莲花的黄金时期 也是柯林查普曼 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直到他遇到了那个男人 约翰·德罗宁 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灾星 具体是咋回事呢 我跟你说说 美国人约翰·德罗宁 曾经是通用汽车的一名网红高管 说他网红 是因为他形式非常高调 经常上综艺 但他是有真本事的 他40岁的时候 就被提拔成 庞蒂亚克品牌的负责人 是通用汽车历史上 最年轻的高管 曾经被认为 是最有可能接任通用CEO的人权 73年 网红约翰放弃了 通用的40万美元的巨额年薪 用自己的信 创建了一个叫 德罗宁的超豪华跑车品牌 作为一个车圈老油条 约翰很会找资源 他把工厂放在了贝尔法斯特 也就是北爱尔兰首府 宣称可以解决2500人的就业 当时的北爱尔兰 穷得叮当响 巴不得约翰来建厂 所以给拿了5400万英镑的巨额贷款 他还请意大利著名汽车设计师 乔治亚罗 给这车设计了个非常激进的外观 但在技术层里面 德罗宁遇到了很多 有关结构和材料方面的问题 新车迟迟不能量产 你看这俩问题 这不就打在科林查普曼瘦背上了吗 所以在78年 约翰就找到了科林 让莲花帮忙 把德罗宁跑车的底盘和车身搞定 科林当然是一如既往的靠谱 在80年就帮约翰解决了问题 德罗宁第一款车 DMC12也得以量产 但是 这个时间有点晚了 从79年开始的第二次石油危机 严重打击了欧美消费者 对高端跑车的购买力 尽管有网红约翰卖力营销 比如整出来过 4辆24K镀金的DMC12 但它的销量远远达不到预期 公司陷入了开局就负债的境地 其实呢 这次危机本不至于摧毁德罗宁 因为德罗宁欠的是英国政府的钱 欠钱的才是大爷 等经济缓过来 车卖出去慢慢还就完了 但是架不入网红约翰点倍呀 他缺钱这事 被他的倒霉邻居 一个职业毒贩兼FBI现任给知道了 为了自己能脱罪 他就给约翰设了个套 让他成了一起莫须有的 暗值2400万美元的 可卡因走私案的帮凶 然后这事的走向就开始魔幻了 82年10月 FBI给约翰德罗宁 来了一个逮捕家起诉一条龙 这直接导致德罗宁汽车公司彻底放秋 没人管了 对于这个结果 反映最激烈的当然是英国政府啦 因为他的巨额贷款很有可能血泊乌龟 为了尽快止损 税务局就发起了对德罗宁汽车的审计 这一审可不要紧 税务局发现 约翰不光虚报了DMC12的产量 还把1700多万英镑的工程款 转到了一个由约翰和柯林 共同控制的瑞士账户里 但柯林表示 自己对这事 不知道 不知情 别问我 一套拒绝三连 但是英国政府的调性 大家都是知道的 对于让别人背锅这个活动 那一定是走过路过 不能错过 1700万啊 只要有人能赔 那就一定要赔 于是英国政府认定 这是一起严重的骗捕行为 并开启了漫长的调查流程 可能是由于这个事太闹心 再加上莲花自己也深陷石油危机导致的经营低谷 82年12月 在税务局第一轮质询刚结束以后 柯林查普曼突发心脏病 一夜之间人没了 享年54岁 这个时候的莲花 已经不是能不能怒放的问题了 而是能不能活着的问题了 来 我们来总结一下 莲花在两年之内接连遭受的打击 第一 第二次石油危机同样导致了莲花汽车销量暴跌 80年 莲花的年销量从1200跌到了不到400辆 美国市场几乎崩溃 公司丧失盈利能力 第二 因为德罗宁破产 莲花不光不能从德罗宁的量产车那获得分成 那1700万英镑的工程咨询费 也一分钱都没拿到 第三 公司掌舵人柯林查普曼人没了 英国政府那儿还憋着对莲花 实施8400万英镑的巨额罚款 简直倒霉的不能再倒霉了 好在这个莲花真的有料 也有靠谱的粉丝 他的一名叫约瑟福比安科的美国粉丝 为这件事情带来了转机 这哥们当时特别年轻 但人家是个律师 而且还是个投资人 也就是说 他不仅有知识 还有钱 还喜欢莲花 就在82年 莲花陷入危机的时候 约瑟福主动找上了门 提出来在北美 成立一家由他投资和掌管的莲花销售公司 那你可能会问了 美国市场不都崩溃了吗 他有啥本事能把莲花的车卖出去呢 你还别说 他还真有本事 他利用美国当时的税收优惠政策 搞了一场众筹 也就是 你只要给我这家公司投资 我就能让你避税不说 完事还能给你一辆全球限量款莲花跑车 而且因为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有限 每两年就过去了 所以约瑟福这么一折腾 莲花在美国的销量 很快又回来了 美国市场卖车的钱 成了莲花当时非常宝贵的一笔收入 让莲花免于破产 但虽说没破产 可基本上也就剩了半条命 好在莲花足够香 喜欢的人足够多 83年 一个叫大卫威金斯的英国汽车拍卖商人 买下了莲花29%的股份 这个人厉害的地方 不是他能拿钱投资莲花 而是他帮莲花搞定了英国政府 让税务局不再纠缠莲花 这等于是帮莲花摆平了一个巨大隐患 更多的投资人才敢来投资莲花 在大卫之后 莲花又迎来了三家英国本地的投资机构 出卖了超过70%的股份 再加上柯林斯之前 跟丰田达成的用技术换资金的协议 莲花就从一个由创始人 柯林查普曼100%控制的私人家族企业 变成了一个多股东的现代商业企业 这也给莲花后来的重组和转型 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大卫威金斯也被人称作是莲花救世主 相比于莲花 德罗宁跑车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随着创始人约翰德罗宁被查 他的跑车业务 也因为无法继续经营而一落千丈 最终以破产收尾 约翰的日子也不好过 虽然贩毒的案子最终因为FBI证据不足 不了了之了 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放过他 继续和他在德罗宁汽车破产 这个案子上打官司 一直到1999年 约翰几乎是散尽家财 才得以脱身 这里顺便提一句 当时他被扣出售的 一处176公顷的巨大庄园 被我们一个耳熟能详的人物买走了 并盖上了高尔夫球俱乐部 这个人就是董王川普 而约翰经历了离婚 被调查 被起诉和破产这一系列事情之后 最终独自生活在新泽西州一个小镇上 享年80岁 可以说 柯林和他的莲花 与约翰和他的德罗宁跑车 形成了一组鲜明的对照 约翰和德罗宁是人火了 品牌美了 柯林和莲花是人美了 但品牌保住了 哎 你也说不好是哪个结局更好 那么问题来了 只剩下半条命的莲花 要钱没钱 要产量没产量 最给自己长脸的F1比赛 也在95年彻底退出了 那莲花又是靠啥 才一直没死的呢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点赞和转发